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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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K,大家好,我叫Joey 我是今天為大家來示範跟教學HIPHOP的老師 那待會的教學內容呢 會有一些HIPHOP要注意的律動 以及一些基礎動作 還有老師今天教你們的Routine連續的排舞 那請大家在看完之後好好的練習喔 OK喔 OK,好,各位觀眾 在HIPHOP的舞蹈裡面呢 最注重的東西就叫做律動 我簡稱為up-down 然後它是所有舞蹈裡面最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它有律動去帶出所有你要做的動作以及感覺 那我是現在先示範一下基本的up-down 上下律動的做法 我們首先呢你可以在一邊鏡子 然後有側面對著鏡子的時候做的 往下蹲 可是呢,蹲的時候呢不是只有單純的腳 往下 而是用肚子去帶 因為肚子呢是我們身體的正中間 那如果你在做下律動的時候 你只是用腳 那我們的上半身呢會處於一個很空的狀態 那你在做up的時候 上律動,你只用胸部 那我們的下半身 會沒有跟著一起做的感覺 所以我們採用肚子這一塊 然後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手做輔助 然後把肚子往後壓 可是你為了人不會往後倒的時候呢 屁股會跟著帶下去 就像這樣子 好,肚子先做 慢慢的下來 那我們的屁股呢 也不要往前跟往後 我們屁股就會在正中間 好,就這樣 ok,one,two,three,four ok,現在轉到正面來 and,one,and,two,and,three,and,four,and 當然你也可以換你的重拍 所以重拍就是我們有數字的拍子 我們剛剛的重拍是在下律動 那我們可以做重拍在上律動 one,and,two,and,three,and,four 那你會延伸出很多的方向以及動作 one,two,one,two,one,two,step one,two,one,two,one,two 在做的時候要注意 除了肚子以外 你的肩膀呢 是要放輕鬆的 因為當你的肩膀有用力 hip hop的律動會帶到全身來 你的肩膀有用力的時候呢 你的上半身會stop 那我們的律動沒有辦法上來的時候 你的活動空間就只有在這邊 好肩膀現在如果是用力的重拍 你跳起來呢 會沒有那麼自然 你要全身都是放輕鬆的 然後用肚子去帶你的up down 然後去做變化 你可以加上一些手的動作 左右擺 上下 OK 看見嗎 OK 接上網人up down之後 老師會教我們今天的routine 就是排舞 在排舞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有一些要注意的 foundation的動作 一些基礎的動作 現在在一起給你們看 我們第一個動作叫BABY BABY B-A-B-Y 好首先呢 你把你的腳跟 往你看 你是要中拍在左邊 或是在右邊都可以 好我們現在先用中拍在右邊 1 2 3 做double 4 OK 再一次 7 1 2 3 and 4 然後加上我們剛剛所教的律動 中拍呢 我們再down 用你的律動 下去帶你的腳跟 1 and 2 and 3 4 5 6 7 8 好這個動作呢 為什麼叫BABY 因為它的重點在手 我們的手啊 繞一個很像微笑的形狀 1 2 3 4 手的位置呢 跟你的腳剛好成相反 我的腳往我右邊走 我的手就在左邊 1 and 2 and 3 4 好 注意你的律動 跟你手的偉大 看 3 4 5 6 7 8 手不要抬太高 因為這很像一個抱小孩子的動作 所以叫做BABY 那你的手如果抬太高的話 小孩子會背出去 所以呢 就大概在你的腰邊就好 我們再做一次喔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OK嗎? 看懂了嗎? 看懂了嗎? 我們現在對著音樂做一次喔 我們先做兩拍的 1 2 1 2 1 2 2 2 1 2 2 1 2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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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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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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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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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1 2 1 2 2